要谈敞开大门谈 我们反对用竞争来错误定义彼此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非要竞争 非要打的话 那就看看中国产业升级的强大实力吧 毕竟发达国家粉碎机的名称不是白叫的 教员说的好 封锁吧 封锁它十年 八年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既然你德国说要减少对华依赖 那我们就用最硬核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 来帮助德国企业减少在华的市场份额 看看面对真金白银的减少 你还敢乱叫消布 这就是中国打狗 从不隔夜 在北约峰会刚刚闭幕后 7月13号 欧盟的经济核心德国出台了首份 以德国官方文件形式的中国战略 这是一个非常傲慢的文件 还夹杂着大量精神分裂的内容 里面好的方面写道 德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德国与欧盟仍然致力于维护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试图延缓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 德国则希望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中国 看似上面都是说的比较好的话 对我们态度还不错 实际上全文就这几句好话 其他的全部是在我们的禁区上胡扯 几乎可以说是比较激进的针对我国 比如要对我国进行去风险化 意思就是说和我国合作是有风险的 必须保证合作完全只是对西方有利 再比如公然直指点点我国的台海问题 批评我国要求我国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 扭曲的角度解读中德贸易 在战略文件中说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 但中国对欧洲的依赖在不断下降 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近年来却不断上升 前台词意思就是和我国做生意 德国亏了 还在这个文件中把我国和俄罗斯对比 说德国过去的错误就是因为过于依赖 俄罗斯的原材料 未来德国不能在我国身上重复地去犯这个错误 再去过度地依赖中国市场 对于这个战略的总结 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与中国脱钩 但我们希望在未来避免严重的对华依赖 通过中国战略 我们正在回应正发生变化 并采取更具进攻性立场的中国 对我们来说 以下几点依旧适用 中国现在是将来仍是德国的合作伙伴 竞争者和系统性竞争对手 这个报告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是 德国不想和我们经济脱钩 这是明确表达的意思 毕竟德国因为俄乌冲突 现在经济损伤已经非常严重了 如果再和我国进行市场脱钩的话 德国经济恐怕会崩溃 但令人极度不爽的一面就是 他们坏事做尽便宜占绝的态度 德国这个态度意思就是说 在中国的钱我是要继续赚的 但是你指望我给你好脸色看 这是不行的 这方面我国筑德大使馆 给予了严正回应 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中方希望德方理性 全面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 德国当前面临的很多挑战和问题 并非是中国造成的 中国是德国应对挑战的合作伙伴 而非对手 我国大使馆的这句话 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揭开了德国最不愿意面对的痛点 德国的绿党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这就是美国在德国国内 一手扶植起来的 根本就不在意德国人的死活 比如德国外交部长安纳莱纳 贝尔伯克 他居然公开说 不管德国选民怎么想 我向乌克兰人民承诺 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原因在于 他就是德国绿党党魁 属于在德国裸关的精神美国人 明明他的一切都是德国给的 但是他只服从于美国的战略 因为现在的德国政府 他是多党组合执政 里面有大量美国扶持的人混在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下 德国政府就看起来特别精神分裂 他一方面说 我们坚决不能和中国脱钩 一方面又说 要遏制我国的竞争 如果德国和我国脱钩意味着什么 说几组数据给大家看一下 中国连续第七年 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德国对华贸易额 占德国外贸比例的近10% 有46%的德国制造业公司的生意 依赖于中国的订单 如果这种情况下 德国还说要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一旦我们的贸易关系被断开的话 援引IFO202年报告数据 经济推演如下 如果全面脱钩 德国实际GDP将下降0.81% 德国对华出口额将下降97.19% 德国汽车业将损失至少83亿美元 制造运输设备企业将损失至少15.29亿美元 机械工程公司将损失至少52亿美元 一旦脱钩 德国经济衰退是必然 德国对中国的精神分裂 一方面固然有美国卧底的捣乱 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需要重视 就是德国本身 也希望我国可以对他们 做出更多的让步 这就有养扣自重的成分 德国当然是不希望像美国想的那样 终得彻底脱钩 但是德国也乐见于美国 不停地去喊脱钩的样子 这样的话 德国就想 我国为了稳住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 肯定就会在贸易领域给它更多的好处 但是从俄罗斯的经验来看 加上德国这个政府 基本就是被美国殖民的状态 就算我国对他们做出让步 他们也不会遵守承诺 而且他们也没有这么大的政治勇气 去坚持连贯的政治主张 更重要的是 在2022年12月7日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接受 时代周报专访时表示 德法在2014年推动的明斯克协议谈判 其实是在为乌克兰争取时间 以便乌克兰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随后 在2023年3月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也表示 德 法忽悠俄罗斯在2014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 只是为了让乌克兰 有时间增强军事实力 奥朗德还指出 西欧早在建设阶段 就应该停止俄罗斯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工程 西方公司应该更早离开俄罗斯 你知道上面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吗 这可以说是现代欧洲发生最炸裂的事情 俄罗斯单方面的想法一直是这样的 俄罗斯认为欧洲自己想成为独立于美国的一级 所以自己对欧盟的适当让步可以争取欧洲 只要欧洲 到时候从美国独立 那么俄欧就可以交好 让地区经济稳定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愿意和欧盟在2014年签署协议 稳定乌克兰局势 但是当默克尔和奥朗德都可以说出这种话以后 全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西方政客了 因为一切都可以成为谎言 默克尔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中 都还是那种非常沉稳有远见的伟大欧洲政治家 连他都承认 我们西方合理签署条约就是为了忽悠你 等我们实力变强以后 随时撕毁条约来消灭你 所以我国实际上是不会再相信欧洲政客的鬼话了 我们当然乐见与我们和欧洲保持稳定的关系 但可能会以我国的让步为前提 来保持这个稳定的关系 因为中欧关系 中德关系 不仅仅是对我国自己很重要 对欧盟自己更重要 对德国自己也更重要 如果换作是对西方有幻想的俄罗斯 他可能看见德国说不愿意和自己脱钩 没有全面地倒向美国 就会对德国继续让步 但是这一次我国并没有任何让步 我们欢迎德国继续深化中德贸易 但是这种对双方有利的事情并不是你德国的筹码 随后我国就展开了史诗级的反击 我相信这种力道会逐渐让德国意识到 中德关系并不是德国对中国的一种恩赐 而是互惠互利的存在 不存在说为了维持这段关系 我国就要给德国让步 不过我说的这个反击从直接层面来说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从宏观角度来说 关系重大 根据央视报道 核磁共振仪器被誉为尖端医疗设备 皇冠上的明珠 对于心脑血管 神经和肿瘤等多种重大疾病影像诊断 有重大意义 但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封锁 而最近这个技术出现了重大突破 我国自主研发的核磁共振仪器 已于前不久 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研制成功并实现量产 不但解决了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还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这意味着 随后我国的核磁共振医疗检测费用 将大幅下降 大白话 意思就是老百姓以后看病 可以花更少的钱 享受更好的服务 我们做这个技术突破 确实和中德关系 是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 可是这个事情并不是现在才突破的 这个事情早在今年四五月份 实际上消息就已经出来了 截止我写稿的时间 现在是七月末 也就是说快八月份了 才把这个消息重新拉出来报道 怎么如此后知后觉 实际上我认为 这并不是央视后知后觉 以央视掌握的采访资源 这种消息绝对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之所以选择 现在重新拉出来 放在热搜头条上面宣传一波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信号 当然这个纯属我的个人分析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核磁共振的最大利润方之一 是谁 援引一招采公开数据显示 2021年国内共采购1061台超导MRI系统 含1.5T 3.0T及其他品种 其中 美国GE占据28% 德国西门子占据25% 荷兰菲利普占据18% 这三大外企占据了我国核磁共振的70%以上的市场 如果看核磁共振中的细分领域 3.0T这个产品的占有率更高 这三家核剂足足有80% 从这一点来看 这就是为什么8000万人口的德国是欧洲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 大家都知道医疗产业是暴力 而这种核心技术的医疗设备更是暴力中的暴力 根据大象新闻报道 之前西方凭借这方面的技术优势 一台核磁共振机就可以找我国要价3000万以上 而如今我国逐渐实现全面国产化以后 价格出现了史诗级的惠民化 2023年国产1.5T核磁共振仪已经跌到260万元 相较去年再跌33万 当然用下跌这个词汇可能不严解 因为医疗本身就是要大多数人用得起的 应该是普惠性的 所以我国实际上并不是把价格给打下来了 而是让价格回归了市场理性 经常有亲美的恨国党说这样的话 你说的这些大国崛起 这关我月薪3000屁事 版本有很多 但是核心意识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嘲讽爱国者是吃多了没事干的人 关心和自己生活毫无相关的事情 但是当这个国产的核磁共振仪器出来以后 他们还敢说产业升级的大国崛起和普通人无关吗 你知道普通人的检查费用下降了多少吗 过去做一次需要几千块 现在已经变成了几百块 而我们过去花费的这些几千块钱 并不是说凭空就没了 而是化作了德国人的美好生活 德国人的高质量生活 就是由我们的部分血汗钱支撑起来的 所以我说 当德国把中德关系 视作德国对中国的一种恩惠的时候 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完全没有自知之明 而为何在几个月以前就发生了事情 甚至更早去找的话 你会发现在2020年 这个技术突破就已经开始有报道了 此图为陕西都市快报2020年的报道 为什么在现在又要全网热搜的讲一遍 也不是针对谁吧 我觉得这就是在告诉某些国家某些事情 让全世界看见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并不是西方国家吃了亏 中德贸易是德国繁荣的重要基础 否则你德国去哪赚这么多钱 如果你们西方国家想围堵封锁我们 唯一的区别就是让我们把家里的西方产品换成国产的 中国愿意和任何国家合作共赢 但是这种关系绝不会建立在谁是谁的恩赐上 核磁共振这个技术只是德国现在维持发达国家的其中之一 相比美国德国确实是发达国家第二梯队 它的技术优势更多集中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产业 比如在新兴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方面 并没有看见德国有多么强大的建树 甚至整个欧盟这方面也并没有亮点 而这些相对传统领域的技术优势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实际上是最好打破的 说一组数据给大家看看 2021年中国汽车出口全年总量首次突破200万辆 打破了之前在百万辆左右徘徊的局面 2022年中国汽车出口再创新高达到311万辆 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 2023年上半年中国已超越日本 跃升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我国愿意和德国还有欧盟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 但是我国永远不可能接受对方以意识形态 领土完整为要求来胁迫我们做出经济让步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末的中国了 今天的中国是能独自建成载人空间站 拥有核武器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要谈敞开大门谈 我们反对用竞争来错误定义彼此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非要竞争非要打的话 那就看看中国产业升级的强大实力吧 毕竟发达国家粉碎机的名称不是白叫的 叫员说的好封锁吧 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既然你德国说要减少对华依赖 那我们就用最硬核的方式进行产业升级 来帮助德国企业减少在华的市场份额 看看面对真金白银的减少 你还敢乱叫肖布 这就是中国打狗从不隔夜 中国从来不以你死我亡的竞争定义国与国的关系 我们一向都是主张合作共赢的 但我们也从来不怕来自任何国家的竞争 你要占我便占 论贸易博弈就是美国 我们也一样打趴